小短剧虚言凭借高质量出圈 俊男美女的演员阵容 人设出其不易 剧情及狗血与虐恋于一身 浮化到君再现 无论是院线大电影 上星剧 网剧 小短剧 质量永远是第一位 换脸 替架 双向奔赴 追击火葬场 极其当下最流行的小说设定 尤其是男二号凝亡的感情线 突如其来的深情 打得观众措手不及 虚言女主十七和女二 沈沁是亲姐妹 沈沁流落风尘 神秘黑衣人帮她和真正的 相国千金换脸 她为了留在宁王身边 自私地换走亲妹妹十七的脸 姐妹花的设定太突然了 十七顶着沈沁的脸 嫁进了将军府 阴差阳错嫁给了心上人萧寒生 早在三年前她俩就相遇了 相互救助 让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双向奔赴并没有败给时间和空间 宁王对沈沁的深情莫名其妙 女主接连抗拒她的亲热之后 她的感情观彻底改变 尤其是她得知女主怀孕了 不可置信转变成惊喜 尤其是她要听孩子的声音 封批又痴情的样子 太搞笑了 抢着当便宜爹 男二号宁王的表现很亮眼啊 她的结局出人意料 宁王基于皇位 太子的意外去世和她有直接关系 她和相国府勾结 沈沁被当成工具人嫁给萧寒生 网游好奇宁王爱的到底是沈沁还是十七呢 答十七 沈沁是宁王的舔狗 主动热情奔放 十七拒绝 拒绝 还是拒绝 她还顶着沈沁的脸 激发了宁王的战有欲和好圣心 恐惧和彷徨之后 变成刻骨铭心的在意 小短剧篇幅太短了 铺垫的不够明显 剧中十七说宁王故意装成风流浪子 就是为了提防其皇子 渣男的小心思被看穿了 天降知己 宁王能不喜欢十七吗 宁王去世前手里握着长命锁 十七 下辈子 别再骗我了 宁王劫持十七 刀锋一转之后 他的结局显而易见了 谋害当朝太子 即便他是皇子也难逃一死了 自枪或许是痛快的结局了 风梯女二审沁同样选择自枪的方式 寻求解脱 明明他俩才是绝配呀 小短剧剧情短 节奏快 基本没有废话 如果能再长一点 男二号宁王的人设可以更丰满 审沁这个角色充满悲剧色彩 家境贫寒为妹妹治病 被骗进烟花之地 他痛恨世俗的眼光和偏见 利用神秘黑衣人的换脸技术 成为了相府千金 爱上了渣渣宁王 再度换脸 偏执又极端的他 最终香消玉允 男女主收获圆满大结局 有嘴有脑子的男主人设真好 女主正值善良智商在线 小短剧快点内卷起来吧